Hi 我們現在在灣仔Infinity的showroom 我們稍後會看Q60個car launch 接著我們會試2.0 活得老的版本 3.0 穿Turbo高庫 獲獎的賦人品 應該要等遲些試試 Infinity Q60 早上我們就看了它的發佈會 接著我們今天就拿了出來 第一手試車 Q60其實在日本應該是Skylight駕駛 其實我最想試的是它的3.0 的Turbo 不過暫時的右軚是只有2.0 Turbo 其實這輛車也蠻漂亮的 整輛車感覺上是蠻長蠻大 因為它是一輛豪華的跑車 我們進去看看 後座也能坐得下人 蠻闊的 不過我用來擺影 這輛賣多少錢 這輛車真的很厲害 499,800 已經全包 天窗 導航 Bose Performance 音響 後拍鏡 甚麼都有 我先拍攝 49,000多包 導航 有一個Bose Performance Bose 送的 天窗 13隻喇叭 有13隻喇叭 天窗 包起來 後拍鏡 後拍鏡 都有 雙電記憶 雙電記憶 帶著駕駛 便有那個記憶 你老婆一條駛 自己一條駛 不用重新駕駛 那些椅 不單止那麼簡單 還有音響設定 整個車的Traction 等等 所有設定都是獨立的 自己記憶 我蠻喜歡這張椅 因為它很漂亮 還有很跑味 皮膚也有Q60的Logo 這副就是 很多 很多部車都用品的 5.0T 跟Benz那一部其實是一樣的 2.0T 現在大概210匹左右 還有這個位置凸起 人的樣子設計 人好像要人的鼻骨 鼻骨 可否潛建鼻骨 潛建鼻骨 去韓國可以 然後這輛車 全車都是配19吋駕駛的 這個不得不說 全世界所有的車 最尖的一個鴨尾 真的嗎 是的 即是這個位置 這個鴨尾 原裝最尖的鴨尾 沒有添加的這個 然後有兩個屍頭 這個 只要是代一條鴨尾 代一條鴨尾 代一條鴨尾 然後走一條鴨尾 這樣就能開到 這個按鈕 就是很方便的 有靠光拳打 有靠光拳打 有嗎 稍等 好 好 嘩,真是周圍都是喇叭仔 前面亦有喇叭仔,旁邊亦有 後面亦有很多 十三隻喇叭,甚麼車手有十三隻喇叭 要有大房車才有 其實這是你車的17年版的泰國 是嗎? 對,這兩組是GT-R那一款 但是我就是不喜歡它沒有了一塊撥片 跑車又加減波,我每次用這個波棍 我覺得很不方便 如果再加那兩塊撥片,我覺得最好 因為Infinity 平時用的撥片 就是GT-R那一塊 那一塊的質感是很棒的 現在這個波箱是7速嗎? 對,是7前速的 也是用回跟Benz 合作的波箱 我覺得這輛車架甚至更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駕駛一個Q50 你就知道最厲害不是負責 最厲害是負責車架做得很紮實 很漂亮 這兩個螢幕都是觸控的 這兩個螢幕是觸控的 DRIVE MOLE SELECTER 你可以選擇引擎的幾種模式 軚盤 都是兩種模式 沒有就沒有SPOT PLUS 只有SPOT 然後有個... 轉彎時可以幫你修駕駛 對,即是每一隻 它可以控制到四隻駕駛都不同 令到你轉彎時可以跟著它的TRACK上去做 其實都是類似TRACK上的 對,不過... 有一點點... 它自己再跳一跳 然後... 哎呀... 我們沒有熟CD 有CD嗎? 有 很厲害的 出場 出場 有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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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town where no one knows